哦 这里还有一窝 对啊 其他的还有 我们在区域巡视一下看一下 其他的有没有 这一窝呢 应该还是蛮大群的 走 再去其他那里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一窝的 一共四窝 有没有发现 这几窝都有什么共同点 都是在这个大大石头的上面 是有捉着雨那种 在这比较容易来 是吧 对啊 这里还有树 这里也有 那他为什么比较喜欢在这个石头下面 不知道 一般来说呢 像我们这山大部分都是泥对吧 像这些都是泥 这石头是很少的 有一个石头呢 就有区别于像那些泥土那里 他就比较突出这个目标 而且呢 这个石洞里面呢 他在这个石头里面 他就以为自己进了那个石洞里面呢 他就会觉得那个比较有安全感一点 而且呢 这里的条件呢 各种那道环境呢 都还是可以的 既有水源 也有密源 所以说 我们在要密封的时候 尽量呢 就能够 损一些有石头的地方 而且不是特别荒的地方 特别荒的地方呢 它不容易来封 是吧 对 那个密封箱就容易给它遮挡 它就不容易来 看 它出去才灭 对啊 你也是学得挺快的 这货 我们去拿东西来把它抓回去 对啊 谢谢 谢谢大家